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到信仪的大人山风景区这里 过来拍李孝寺的主地阿公抱孙 他的蟹场是非常丑陋的那一种 他的来龙从这边来 这里属于恒隆节气 他把这个蟹场 展观节气就在这里 恒隆节气 他没有鬼尾障卸 没有窝前雨突的 还有坦存的 蟹场的象征 还有他的右肩这边 是空切的 更主要的是他的内堂 看到这内沙走窗 属于斜飞 内堂属于一种沙飞 水走的隔击 但是这个地呢 为什么 成为经典呢 很多爱好者来这里参考呢 我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 真龙常住 蟹南行 唯有潮山吸信心 大家 现在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面前这里 内堂他虽然沙飞 但是近岸这两重岸 是有情啊 远处的潮山 有一二三 三重潮山 三个尖峰向这里做潮 他的外籍 还有罗藏 做韩豹也是非常有情 非常好的 他的外隔节的水口也是 关栏的非常紧密 他虽然是一个 横隆节蟹 没有鬼尾 但是后面 祖山 土坪 可以做叶山 这可以震到这个现场的挣扎 一般呢 很多人就不喜欢这种隔击呢 一般这种隔击呢 就是初代不利 先败而后发 这个貌似啊 大家 对这个堪以之道啊 都是懂的 其实真真正正能 能 领悟到 精华的 人是比较少的 我们呢 要突破 从这个 立即要突破 这个 窝前雨突的 藏法 才能真真正正的 找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哪里 是 她 不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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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她 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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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